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如果说法拉利是意大利的代表车企 那么大中国的代表一定是红旗了 近两年SUV火爆的时候 红旗也按捺不住了 推出了旗下首款SUV车型红旗LS5 希望凭借着这款车 在高路SUV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从外观来看 红旗LS5的整体风格是偏向旅稳中大气的 直步式的进气格栅进一步地提升了世界效果 同样都是方正造型的头灯的造型和车身 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这张侧面的造型十分的硬朗 没有很花哨的装饰 简约的风格用在红旗身上真的是强了好处 类似善业的轮毂造型营造出动感的气氛 轮毂盖上的葵花是红旗的专属团 周边用龙图案点缀十分的大气 类似方面红旗的变化没有很大 同样是真皮方火的三幅式都不能方向盘 手感非常好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红旗LS5的真空台取消了物量件 又一块超大的触摸屏取代 看上去非常简洁 却又不是大气 总的来说红旗LS5的外观 确实和以前的相比改变了不少 虽然稳重大气的风格和以前没变 不过很多细节之处可以看出 红旗确实有很用心的在做汽车 而且这款车加上龙的元素 也是很好的代表中国 和红旗一样的 还有比亚迪的朝代代表车型 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国产车车企中 也有发展本部元素的特点 值得肯定 红旗LS5作为高端车 但是售价确实不贵 希望上市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效量